今天的网路发伤话题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国民党在总统立委选战惨败之后 党内的检讨声浪不断 那么才刚刚连任成功 也就是国民党中常委的立委姜启臣 他是再开一枪 率先决定要辞去中常委一职 消息一出 同样也是惊险连任成功的 这位是青壮派的立委蒋万安 还有另外一位中常委徐宏廷 也立刻跟进 不过也有中常委决定 不跟进 因为担心说 如果现在请辞的话 会影响到明天中常会 处理党主席吴敦义的请辞案 而面对青壮派的步步进逼 国民党在傍晚 也发出了最新的声明 说其实这一届的中常委 早在去年的10月份就要改选 意思是说 这个任期早就过了 不存在辞职的问题 这是我看过历史上 最不要脸的声明 在一级主管请辞 跟中常会请辞 七刀牌拙 怒呛吴敦义再哄中常会 国民党败选后 歹系脱棚 让资深媒体人看不下去 党内检讨声浪也大 不光是当主席的责任 作为中常会的议员 我们也有责任 没有让中常会做出正确的决策方向 我决定辞去中常委的职务 决策的核心已经无法快速 及时反映外界民意的变化 江启臣率先宣布辞去中常委 不只青壮派江万安徐鸿廷响应跟进 省智慧 杨琼英 黄昭炫也更少 代表当面我就已经做了决定 要辞掉中常委 除不除关目前的改革是两码数 是否请辞中常委各有不同看法 因为吴敦义将请辞案交由中常会决议 让部分人士认为被拖下水 只是这波请辞潮恐怕影响吴敦义请辞案 主席的辞职跟中常会一点关系都没有 中常会不应该也没有必要 通过党主席吴敦义的请辞案 中常会是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 由32席票选中常委加 两席指定中常委组成 一党章要过半不出席 才可能让15号的中常会留会 不过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 这届中常委早在去年10月就要改选 适应大选而延宕 并没有辞职问题 也将在3月7号与党主席同步改选 中常委辞职高韩改革 却也被质疑是跟风作秀打假球 百年大党上演公斗打戏 记者中文报道 感谢观看